抠抠抠工人悄悄打打 替磁砖健康檢查 先用打枕棒敲擊 我要聽它整個磁砖的聲音 磁砖健康檢查 師父用聽的 聲音飽滿低沉 代表磁砖還是實心 但像這樣 磁砖雖然看起來沒兩樣 但實際一敲聲音差很大 受審磁砖還會被做上記號 開始一系列外強修復 受損部位全拔除 接著貼上新磁砖 斑駁外強才能重獲新聲 有鑽於全台磁砖與事故頻傳 老舊大樓健檢也逐漸受到重視 那如果要比較詳細一點的話 可能會進到紅外線 或者是打枕棒 就是直接近距離做敲擊 那可以用它的聲音 來判斷它裡面是不是有容器 即使用紅外線或打枕棒 來判斷磁砖狀況 但要是外強處於狹小空間 就會出動空拍機 甚至是常見的蜘蛛人吊掛檢查 但要是外強剝落太誇張 恐怕難逃高額維修費 如果說是以一個商業大樓 它整個市面都來做一個修復 供期大概在九個月一年左右 那這個價格通常都破千萬 完全修復上看千萬 連基本檢測都要22萬起跳 但其實民眾也能在家初步檢測 要是發現屋內出現裂縫漏水等問題 屋外恐怕也有影響 這時就要多注意外強情況 要是顯示後需要拉皮整修 如今大部分業主 也傾向以防水漆面取代磁磚 不只省錢 也不必再為外強崩落提心吊膽 三天宣何夢哲有